蘑菇筋 那炒金菜的工程很乾燥 我們這個主廚 來做簡單的示範一下 好 來 我們要炒的前菜和盒子 好 這個是紅辣椒 紅辣椒當然是不喜歡吃辣的 就不用弄黃椒也沒有分析 有些紅蘿蔔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除了配色還有它的味道 能夠增加一點點辣的味道 那個口感也特別不一樣 好 這個切絲 這是切絲 我們這個紅辣椒 辣椒我們就切絲就可以了 那我們李廚在炒這個青菜 當年最重要的主廚我以前說過 這個鍋子的熱度 一定要炒 有熱鍋 炒 一炒起來這青菜很清脆 然後為什麼 看起來顏色都非常漂亮 對 當年青菜炒到芽子 這個感覺就不想吃 所以我們主廚就大概來示範一下 這可以了嗎 可以了可以了 好 那我們主廚準備 來 因為這是快炒 所以 待會兒我先把調味料 先放在菜裡面 快炒的 就是怎麼樣讓這個鍋子 能夠熱度 能夠夠 然後炒出來的顏色 當然我們可以炒這個青菜 大概時間裡面 不要炒 它會過水 然後這個青菜炒就是不可以的 對 對 來 我先把這個調味料先放在鍋上 它才調味料放 這樣 待會兒你會比較快 不用再 不用再 再加一波調不好 對 好 這個把高 那個我們剛才那個 鹽巴 鹽巴跟那個 還有這個香爪精 一樣 跟它一起下去 對 這樣炒起來 聽說這個速度更快了 我們再加一點高湯 加一點高湯 怎樣 這是快炒的凍油 那你吃到我們的溫度 一定要夠它炒起來 就清脆就好了 對 對 它拿起來一點不要再炒到柴子 一會兒要再加一點高湯 那你就它這個 能夠趕快 水跟這個溫度能夠提升 然後趕快讓所有的酥炭 都在這個水裡面 麵糊 好 這樣子呢 這麵糊進去我們再滴一下香油 香油 來 少許的香油 對 增加它的色情 對 然後再煮 這樣再煮 好 這樣子就好了 可以了 青菜熟就好了 不要太熟 這個現炒就可以了 對 我們炒青 炒這個豆苗 你看 好像這是 當然這個豆苗除了說弄炒的之外 當然你可以弄 比如說你比較喜歡吃油的那種煮 對 好 那把豆苗煮過 趕快我們有一些調味料 對 我給你示範另一種那個 另一種做法 讓我們主廚也來做示範一下 這些菜 不要用炒的怕油分太多的話 比如說有一些可能在家裡面 好需要說那個油能夠減少的 我們就用那個過水的 把那個蔬菜 豆苗也好 你要弄那個 菠菜等等都沒有關係 竟然也可以 都可以 對 然後這是調味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 類似有一點素肉燥 做法 素肉燥 我先把這個倒入 這個倒入 這個我們的香菇 或是這個 那個 素羊肉 素羊肉 再切絲 這個素肉燥 當然要記得調味料 調味料 好 這個非常簡單的 師傅是不是要來做示範一下 對 另外今天特別有附送 來介紹 我們在這個 素肉燥的一個簡單的做法前面來做 然後把你要燙的東西燙的時候 淋上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好 好了 好 要變香一定是再 這個 能夠讓醬油 你這個熱鍋裡面 是要先炒一下 對 這個味道才會出來 再放一點糖就好了 好 各位我來現場 我們電器做的好朋友 你看你會知道 今天這真的 我們說的 在這個主廚的介紹之下 這個素食就變得很簡單 不複雜 不複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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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就要把鍋子勾芡 對 加一點點少許的 勾芡 好 好 所以我們說這個素食椅子 這個健康之外的這個 調理非常的多 用任何的方式都可以 都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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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剛才調味料那個東西 我們跟它做這個 調味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現在來灑我們這個 好 那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豆苗除了弄少了 很炒的之後 我們就可以弄這個 汆燙的 對 稍微燙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在那個湯汁裡面 用一些薑絲 一點點鹽巴 讓那個味道能夠進來 對 然後少許鹽巴 然後就是讓這個味道 這個本身煞鬼 有一點鹹的就可以了 對 好 那水滾了 要放進去 水滾了 可以了 這個 非常多的 這個 養分都留在這個 這個東西裡面 那剛才我們準備好的這個 對 自己 自己